有歹徒在新北市淡水街上公然试枪 锁定轻轨站还有公车后车停射击 导致有六个站都遭殃 不是强化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 就是留下了痕迹 警方出过研判 先干使用的是空气枪钢珠弹 目前找到一辆自小客车设有众嫌 而附近社群的民众也生怕会被波及 公车站旁边的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 仔细看上面还有明显的孔洞痕迹 有民众路过看到这幕简直吓坏了 就怕整片玻璃掉下来 砸到民众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民众一早出门上班 来到公车站经见这一幕 离谱的是好几个地方 就连轻轨站入口这玻璃 同样遭到攻击碎裂 电梯警也有明显痕迹 从轿车里面射出来的 听说是这样子 当然会怕 万一我被射到那怎么办 一定很可怕 因为都不知道谁打的 看到这情形 应该先躲起来吧 然后再报警 歹徒锁定公车轻轨站下手 附近社区多 民众就怕受波及 警方沿路掉监视器追查 找到这辆自小客车 涉嫌重大 嫌犯凌晨三点多 趁四驾无人无车 疑似使用空气枪 刚株弹射击 一旁的公车后车亭剥离 瞬间被击碎 总计有三个轻轨站 还有三个公车后车亭 都遭殃 半夜在大马路上 烧张 试枪行径太恶劣 幸好没有人受伤 但公然触法 警方锁定车号 要将枪手抓起来 好好问清楚 记者马晨杰 张英杰新北市采访报告